我曾经也是个穷鬼 我家境跟 其实跟凯莉差不多 就是我们家小时候 就比较辛苦嘛 对那所以我也是不停打工 然后一毕业的时候 因为运气也很好 然后我一毕业的时候 薪水底薪加长金就五万多 那那时候五万多 如果是现在很多的 实际上年轻人 就会觉得五万多 那就可以好好花钱了 我也没有浪费 因为那时候我就 还在念书的时候 我就立下目标 我要三年存到人生 第一个一百万 可是因为五万多 我就觉得我可以加紧速度 三年要存到一百万 那一年存三十五万嘛 也不难 那一个月要存多少 三万啊 可是我一个月那时候 薪水就五万多了 甚至呢 所以五万多 一个月存三万 可以花两万多 对 事实上我花不到两万多 可是那时候是住家里的吧 没有啦 我是 她是台中女生 中部小孩啊 对 我是在外面租房 我的房租 我忘了是六千还五千 我有点忘记 因为太遥远了 总之就是我的房租 只有几千块 然后呢 吃饭就是 反正穷鬼 我觉得就是 你要想办法让自己 脸皮厚一点 也就是呢 当别人要找我去做那种 比较浪费的一些娱乐的时候 就不要去嘛 就不要去嘛 有什么关系 对 然后呢 包括呢 那时候是在媒体 那就会有一些 采访的一个机会 就尽量跟月方 跟月方 约那个喝下午茶啊 约吃午餐啊 约吃晚餐啊 反正大老板都会请你吃饭啊 所以我刚才说 如果你是个穷鬼 你就要想办法 把你的自尊心放一旁 然后我们就有很多的一个 其他的节省 还有开源的机会 所以我那时候一个月 我大概是存了七成的薪水 所以我一个月 大概只有花一万多 那我不是只有存 就是说钱存下来之后 当然我会去买一些股票 跟买一些基金 对 所以我大概两年半 就存到人生第一个一百万 来 观众朋友请注意 如果喜欢我们 《命运好好玩》的节目的话 请上YouTube上面 搜寻《命运好好玩》 官方频道 就会出现这个页面 然后这边红色的订阅 给它按下去 您就可以每天随时收看 《命运好好玩》 我在这里等你 Oh yeah